3月12日,YG娱乐艺人Somi连发数条Story回应争议 可惜没时意外,他此前做法已经让他彻底失去了中韩市场 这样的情况在韩流还是第一次出现 只能说Somi情伤太低,或者说他本身就坏 在圈内艺人,相继因为颜色问题,引起争议后 Somi直接发红色表达自己的站边 可惜,他站的人是艳女的人 而且还得罪了整个中国市场 一开始,Somi并不觉得自己有色 是你觉得自己很个性 但是很快,韩流的粉丝开始对他进行抵制 我们国内的粉丝更是直接脱粉 去年刚刚通过DoopDo完成逆袭 他视野直接跌入地图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,Somi赶紧发文进行回应 他表示,自己发布的红色背景 是因为用手按住手机镜头造成的 不愧是YG娱乐的一人 Somi有如今的下场 真的一点都不怨,国家面前无偶像 希望那些为Somi洗白的国内粉丝有点底线 更何况Somi的回应根本就不是重庆 他回应的是,红色背景是怎么来的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 欢迎各位